10.沙滩上的童话 海边的沙滩是我们的快乐天地 在沙滩上,我们垒起城堡 城堡周围筑起围墙 围墙外再插上干树枝 那就是我们的树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这城堡里住着一个凶狠的魔王 有人接着补充 他抢去了美丽的公主 第三个小伙伴说 你们快听,公主在城堡里哭呢 就这样,我们编织着童话 转眼间,我们亲手建造的城堡 成了一座魔窟 我们也成了攻打魔窟的勇士 我们一起商量怎样攻下那座城堡 一个小伙伴说 我驾驶飞机去轰炸 有人反驳 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 我说 挖地道,从地下装上火药 把城堡炸平 我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于是我们趴在沙滩上 从四面八方挖着地道 挖呀,挖呀 我们终于挖到了城堡下面 然后用手往上一抬 就把城堡给轰塌了 我们欢呼着胜利 欢呼着炸死了魔王 欢呼着救出了公主 但公主在哪儿 忽然 我发现妈妈就站在我们身后 微笑着望着我们 我大声说 公主被我们救出来了 救出来了 在这儿,在这儿 我抱住了妈妈 大家跟着一起叫喊着 欢呼着 真的 那时候连我也忘记了 她是我的妈妈 Republicans 在这儿,在这儿 我们还有爸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 以来 我们还有他 就是 我们